彭俊涛 一个与针线裁缝机相处近40年的大男人 用巧手创造了布娃娃世界 刚开始学的时候 是学这个头型之后 还有这个脸部的表情定位 这个出来以后 还包括它的耳朵 再来就是头如何剪开之后 把这个脖子接上去 每个娃娃都有名字 仿佛都有独特的生命故事 不难发现彭老师保有的童心与爱心 除了是缝纫高手 他还是个布娃娃医生 我也常常帮她修改 就是娃娃已经经过了10年20年 都已经整个已经身体都已经养掉了 那我还有办法跟她再修理回来 所以真的是要一针一线慢慢的 然后最后做成这可爱的姑娘妹 老师 用一斗时间 所以这针很细要花很多时间吧 要慢工出细活 就是慢工出细活 通常这样要多久可以完成 差不多要花两个多钟头 两个多钟头 慢慢一针一线慢慢 专注投入如同对待真实生命 在针线穿梭间沉淀快乐 看到这么多的可爱的话 那种心里那种感觉是很快乐的 心里是很 对 别人可能体会不出来 要求喜欢的人 可能就会体会出这种东西 帮助别人找到快乐 完成梦想 有时候远远比自己完成梦想 那个成就感还要更大 所以从这里一点一点慢慢累积 所以这个洋娃娃世界 其实也就是一个快乐的发送点 亚公英雄 我用一斗时间学 不过慢工出细活 亚公英雄 我用一斗时间学 不过慢工出细活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